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雪梅 那我现在是在马六甲的Gampong Jetty 就是曾经我和杨哥过来拍摄过视频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那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里面的一个负责人就告诉我们说 在四月尾也就是今天二十七号 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连续四天就有一个清典的活动 那是Siri Mahalaman的这个女神的诞成 那今天呢就是二十七号嘛 哈孙师说会有一个拿着火然后绕村子走的一个活动 会在七点半开始的 那我都不曾来过也不曾参与过这个庆典 所以我一路拍然后大家一路看吧 所以他的大日子是在四月三十号 OK 不过他的那个庆祝的那个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生日这个神的生日吧 是在二十号 是 马利亚曼 大日子的生日 那是在吉祥街的何夕街 老跟沙 三个的 Mariaman 所以他们会搭些淀粉 然后一些人放一点 然后它们就像一个 对,好,OK 4月20号他们就开始庆祝 庆祝这个斯利姆都马达湾的这个生日 然后陆陆细细呢 从21号到30号都有活动 然后他会建议讲 最大的活动是在30号4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4月28号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他们有这个活动 然后28号他们手拿着一个火盆 然后就一路走 然后就一路走 就是意义这就是平安和谐 我们叫它Srim Maryamun 然后他们有Dattu Chakka Dattu Chakka means that 这些妻子 治疗那些鸡鸡 小鸡鸡 所有的肌疾 所以我看到 所以每个人都会来这里 做祝福 最后他们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都会结束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了 他们来到庭祝 做一些祝福 然后他们给了水 或 一瓶 油 或一瓶 鸡 这座庙呢 这座庙呢 是Siva的庙来的 那就是 这边 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这个叫做 Ringam和Yoni 今天就是 Siva的老婆的生日 要庆祝 这边有说明 4月30号 这边是 Omsati Siri Mutu Mariamman Firuna 这个 Brayaan Tattu Chakka Tattu Chakka Festival Tattu Chakka呢 这个神呢 他是专门医皮肤病的 他的庆典活动呢 是从4月21号 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5月7号 那在4月30号呢 就有这个 比较大的 大型的 那个活动的 那个要游行的 希望能够拍摄到 给大家看吧 欢迎来到 Kampong Chakka 欢迎来到 Kampong Chakka 好 再给大家问行一下 这个 Kampong Chakka呢 这个Chakka是一种民族来的 是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 它类似 巴巴良乐族 巴巴良乐族 就是早期的华人 来到马来亚的时候呢 就跟当地的土生华人结婚 生下来的混血儿呢 就叫做巴巴良乐 而这个Chakka呢 就是从印度过来的 那些男人 然后在这边跟土生的 马来女人结婚 生下来的混血儿 就叫做Chakka 就是印度和马来人的 混血儿咯 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呢 就比较偏向印度人 而这个Kampong Chakka呢 我们之前来拍过 就剩下不到200户人家吧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翻回我们之前的视频来看 可以再翻回我们之前的视频来看 其实这里不但是有印度人过来 或者是这地主过来 也会有华人过来拜拜哦 这是巷头神 拜拜以下 这是巷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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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门口会摆着两棵香蕉树 香蕉树呢 一定要结果的 表示丰收啦 白子千孙啦 现在还没有那么多人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 他们正在旁边坐着 等着仪式开始 玛丽阿曼女神 玛丽的意思是雨水 阿曼的意思是母亲 Mutu玛丽阿曼的字面意思就是 能够带来充足雨水的阿曼女神 阿曼女神是属于印度南方的神奇 特别是Dameo Nandubang的民间信仰 她是雨水之神 能够治愈天花、水痘、利疾等疾病的女神 相当于医药女神 印度同胞百年前东渡来马来亚 初期多半是在圆秋工作 他们供奉原乡的神奇 祈求阿曼女神保佑 在异乡生活顺心顺意 也有人认为 阿曼女神是雪山女神Pharwati的化身 现在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神坎 里面供奉的是三神Murugan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像头神Kanisha denke 都和Murugan是两兄弟 是阿曼女神和西瓦四婆神的儿子 印度教有三大主神 他们在不同的神话故事里面 有着各种不同的化身 在我认识的范围里面 给大家稍微介绍介绍吧 首先我们宣说的是 阿曼女神的丈夫 西娃士婆神 她的代表意义是毁灭之神 据说她有极大的降魔能力 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能喷出毁灭一切的神火 她同时拥有着生殖与毁灭 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 她还是舞蹈之神 创造了刚柔两种舞蹈 被誉为舞王 接下来是凡天 Parma 她是创造之神 凡天是个仁慈无比 有求必应的神灵 在印度的神话传说中 只要向她许愿 无论是神 魔 人 她都会答应他们的愿望 她的传统形象是有 四颗头 四张脸 以及四只手臂 是的 传到去泰国 这个凡天信仰 就是我们称之为四面佛啦 第三位主神是 毕士卢 维士努 维士努是印度教地位最高的神 掌管维护宇宙之权 是维护神 来了 来了 要开饭了 我想你早已经注意到 在每个神看的面前 都拉上了门帘 是的 他们在休息啊 吃饭的时候呢 也要维护自己的隐私呢 来 我们来看看 今天神明的晚餐 吃什么呢 有黄姜饭 鹰嘴豆 和香料饭 分饭的次序呢 第一个是 象头神 无论敬拜什么神明 第一个 一定是先敬拜象头神的 这个故事呢 我在我们的视频 第117期的时候 有说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后面的三位神明 分完这三位神明之后呢 就是 木鲁干 然后是 阿曼女神 接下来就是旁边的一些神明 嗯 嗯 我听到有人说 外面来了武师了 那我就赶快跑出来看咯 真的 武师也来敬拜阿曼女神 化种族多元文化的场面 好期待 阿曼女神的这个清典 是属于Chakti人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有印度人过来和华人过来 那印度人和Chakti人长得很像 我看了几天我也分辨不出来 也看到有两三个穆斯林 但是他们是以游客的心态 过来观礼的 在现场的华人 有部分就像我这样 是来观礼的 来观察整个仪式的礼仪 那大部分呢 是崇拜这个宗教的 他们来许愿啊 还愿啊 感恩啊 赎罪啊 都跟这个 这些地族群 或者是印度族群的方式是一样的 有人说 中国的神是印度传过去的 观音就是雪山女神的化身 也有一位华人说 印度人也信佛的 这是我们的神 也是他们的神 这就说明了 为什么华人会参与这些印度族群的清点活动 因为这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就是你的 大家一起相按吧 华人是在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情形下 以不同的程度接纳了印度人的节庆 成为了信仰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不是源自于他们接受印度人的思想模式 或者是这个宗教信仰 而是源自于华人民间的信仰 也就是源自于华人民间的泛神信仰意识 也就是我们说的 拜得神多 自有神保佑 所以就多拜拜 多拜拜吧 众神明吃饱了 祭师正在进行的就是把门脸献开的仪式 他会到每一个神明的面前去 逐一的进行这个仪式 你看到的我们的现场是很多烟雾弥漫 但是这种烟雾不会呛鼻 它是甘文烟石起的火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事这个动作是把一朵小花拿起来放到神明的壁端去让它绣一绣 然后再把花朵放在花环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跨入印度庙之前 在门口要用右手来碰地上 那是向大地女神打个招呼 就说我来了 只是用右手就行了 不必两只手 也别单用一只左手 我说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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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给各位神明都打点过了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了整个晚上的高潮时段了 抬出这两条棍子是来干嘛的呢 大家开始去移动阿曼女神的神座了 哎 要把他抬起来了 哎呀 我失手了 没有拍到他们把神教抬起来的情况 是的 现在他们要把阿曼女神抬出去 绕场一周 就是绕整间庙走一个圈 这让我想起柔佛古庙的游神 柔佛古庙的信徒呢 会把神教往左右两边去摇晃 他们觉得啊 他们摇晃的越厉害 神明就越开心 而且口上还要喊着 嘿啊 我嗯啊 发啊 而在这边你看到的情况就是 他们的动作很轻柔 而且也没有那么的喧闹 现在镜头面前 你看到的这双手 是一位大姐姐的手在舞动 她在跳着什么舞呢 Rs dei 氏 sın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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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